原來加拿大紐芬蘭省又很好吃 Jimmy好今天會和大家去一家很出名 在紐芬蘭省很出名的餐廳 叫Chef's Landing吃餐 我訂了位置1時 變成早上有時間空出來 可以參觀一下紐芬蘭省其他景點 今早上走出來的時間 就讓我參觀紐芬蘭其他景點 就像這裏Cape Sphere 是加拿大最東邊的一個地方 爬了百多級樓梯之後 終於爬到山頂燈塔 對著大西洋這個景點 哇 多漂亮 無敵的景點 這個燈塔還在用著 這裏就是加拿大最東面的一點 從Cape Sphere來到Pattit Harbour 就等它等15-20分鐘車 來到Chef's Landing Appetizer我叫了Mousse Sliders 因為多不多機會吃Mousse 我看到這裏有就馬上叫了 這個Mousse Burger 裡面有些洋蔥 有些Mayonnaise醬 有些Cheese Mousse Sliders 裡面的Pattit Mousse Patty 是一個很黏的肉 一點點肥也沒有 但它又不會很韌 多好味 多香 味道很像牛肉 一點都不騷 Lobster Roll 這裏有3.5盎司的龍蝦肉 哇 整個都是龍蝦肉 咬下去真棒 這個Lobster Roll的麵包 是用Potato Bunch 和薯仔做的 它甜甜的都挺過癮的 來到紐芬蘭當然要嘗嘗他們的Fish and Chip 它們的Cord Fish and Chip Fish and Chip的脆皮很薄 它的魚很軟很軟 吃飯的飯後感是服務不錯 味道很好 價錢也不算很貴 尤其是Lobster Roll 它們的Potato Bunch很甜很軟熟 有很大的龍蝦肉 所以你們來到尿芬蘭一定要來嘗嘗